大家好,我是邵阳 你知道吗 这个10月 剑校达人古天乐又要出新电影了 这将是我们今年第六次在内地院线见的古天乐 仔细想一想 好像没有哪位演员比他还要勤奋了吧 电影《劳魔》这个称号果然实至名归啊 10月他又要开启罢评模式了 这一次古天乐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部惊悚悬疑片犯罪现场 听名字就不难发现 这必将又是一部带有浓重港片色彩的警匪片 古天乐在该片中将再度扮演反派 饰演汉匪汪新元,性格复杂,却有情有义 是一个一正一邪的人物 心狠手辣的犯罪头目汪新元 率领团伙在一场珠宝抢奸案中造成多人伤亡 然而就在两个月后 汪新元其中一位同党却惨被割喉谋杀 警察将汪新元定为头号嫌疑人 认为他们分赃不均产生了内斗 然而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发现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而古天乐扮演的汪新元则以通缉犯的身份 走上了查清同伴死亡真相的道路 不得不说 这种人物设定还是蛮吸引的 作为一部浓重港片性质的警匪片 枪战打斗 各种惊险刺激的场面绝对少不了 但这些呢都不是最吸引人的 本片最大的亮点 老杨认为还是古天乐与萱萱 时隔18年后的再次合作 说到萱萱 就不得不提一下 两人在2001年合作的电视剧《寻情记》 两人扮演一对迎评ZP 日常打情骂叫 是一对欢喜冤家 那绝对是一部经典呀 这部剧是最早的古装穿越科幻剧 是现在所有穿越剧的鼻祖 说的是特警香少龙穿越时空 回到2000年前的战国时代 追寻秦始皇足迹的故事 该剧当年《易经播出》 夺得一周刊电视大奖 十大电视节目第一位 古天乐也凭借该剧 第二次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最佳男主角 18年后 古天乐与萱萱再度合作 相信这一次 必将是一波不同寻常的回忆杀 仔细想一想 19年4月 古天乐和林峰曾合作了反弹风暴4 两个人也是继寻情继 18年后再度合作 看到记忆中的香少龙和帐盘 再度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 也是特别这份人心 反弹风暴4 曾连续19天 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最终票房7.88亿 这一次 相信古天乐和萱萱合作的新电影 犯罪现场 也会票房大卖 总之呢 为了古天乐建学校 不管是哪一部电影 都值得看一看 不为票房也是为公益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